看着都是满园呢 傻子过年看街上看人吃的好 我刚才看林桌那吃的辣番茄的 对 咱们菜单上没有 咱们菜单只有特色 清花雕的麻辣 那我就要这个辣番茄吧 好的 嗨 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 我和我先生做对货了 我们俩来吃那个半边腰的烤鱼来了 这个店是新开的 前几天呢 我们俩吃过一次 因为什么我又来呢 我就吃他们家那大米饭呢 太好吃了 我上次吃了三碗的大米饭 今天又奔着这米饭来的 今天上次要的是一个藤椒的烤鱼 今天要的一个番茄的 一会儿上来鱼给大家看看 小零食免费自取 漂亮的哈 就这样的米饭 看了我 我能吃三碗 有点小孤独了啊 可以吃了 还吃了啊 看看这肉 看看诱人不诱人 就馋他家的大米饭 是不是特别好 他家这鱼是吧 我们点的是 鲑鱼就是青江鱼 刺儿少 这几种饮料也是免费 我就选这个柠檬红茶的 说是微辣 其实还是有点辣 做点柠檬茶整好 他们家的这个烤鱼哈 肚子里面都放的是这种豆腐 看了吗 特别好吃 这豆腐 豆腐切都死 下饭馆啊 吃这个大鱼大肉 得跟上这个一生鸡 我那厨房里有这一生鸡 大家要是如果要出去下饭馆 朋友聚会 一定得吃你们的这个啊 来给你来一个 直接喝就行 您好阿姨打耳架给您加点哈 谢谢谢谢 慢用祝您有他一块 这应该就是笔足 我觉得 鸡蛋给您挡进去 谢谢谢谢啊 慢用您 哎 哎 又吃完了 再回一晚上 这大米饭太诱人了 看我这战斗力啊 吃饭我谁也不服 就服我自己 吃了两碗米饭 再吃个鸡蛋 嗯 我们两个人没吃完 这是二斤半的鱼 把它都挑出来了 带回家接着吃去 别浪费 又吃了三碗的米饭 一碗两碗三碗 吃了挺好的 我先生他不爱吃辣的 所以我们俩就综合了一下 要了一个微辣的 其实我特别爱吃那种特别特别辣的那种口味的 这就是因为这个大米饭 把我又引来吃第二次 就像我们天津人说的哈 剩了点醋 去买螃蟹一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